好 繼續煮 然後就把它這樣攪一攪 然後我這個等一下先去微波 我今天切比較大塊一點 然後這個出現燒烤盤 我把肉類一樣都放在裡面就對了 然後用到13 13 就是炸雞的行程 13 13 然後用到這個叫做 燒烤盤 燒烤盤是等下我剛才講這個 這個叫燒烤盤 OK 那我們就把它開始就好了 這個有焦香味 這樣做起來會比較好吃 這樣會比較好吃 把台股先夾出來 比昨天那個好吃 昨天那個沒有烤過 就這樣蒸 會比較那個肉味 比較那個 然後這個比較有焦香味 等下你那個劇毒的水 然後我就放中間 然後用微波 然後我就轉到600瓦 然後就10分鐘 就先用10分鐘 OK 好 開始 就這樣子 我們現在 微波600瓦 10分鐘以後我們把它拿出來 放在這裡 然後就加上我們的排骨 油 把排骨加進來 那那個排骨先烤過 然後就把它加進來 好 然後我們再加我們的粉蒸粉 要加點水 好 那因為它都是熟的 所以我用蒸氣微波 蒸氣微波300瓦 我用6分鐘好了 8分鐘好了 好 把它拿出來 好 把它拿出來之後 我們的粉蒸排骨就好了 然後倒在鍋子這邊 撒點蔥花 就這樣子 就是粉蒸排骨 好 好 歡迎試吃